朋友们大家好 我今天又在我们楼上跟大家说说话 有的网友开玩笑说 我的背景是批出来的 其实这不是 我知道你们是开玩笑的 这确实是真实的背景 可惜现在后面没有大的树 因为从这里看不见树也没有风 所以可能大家看不见 后面有什么人还有车 其实我下面有一条公路 大家可能听得见 有的时候背景有人有车按喇叭 好 这就是我说的 后面是真实的背景 好 今天我要说的话题是 开始是我自己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 一件真实的事情 就是我来说说 用我自己的势力来说说 德国的医疗保险 这真的是啊 说到医疗保险 我现在我就特别的恨那些 那些把外国吹得天花乱坠 那些人 比如说外国的医疗免费什么之类的 那么今天我就用这个例子来打脸 用我的例子来打脸这些 把那个外国吹的月亮吹得更加圆的人 大家看图片 去年我告诉大家吧 去年每个月我的医疗保险费 因为它是医疗保险家护理险 这两样是不得不买的啊 我首先先说说啊 我在德国属于自由职业者 也就是说我自己的医疗保险 我得全部买自己出钱买啊 如果你是在德国你是职员 那么一般是企业主帮你交一半 然后你自己呢 也就是另外一半 从你的那个税前的工资自动扣扣走 目前医疗保险加护理险 大概是如果你是职员 要扣9个百分点 然后户主 雇主又帮你交9个百分点 那么我呢 两样加起来大概18个百分点 就是它是算出 我比如说去年我每个月平均的收入是多少 然后呢扣掉18%这样子 好 我们看看去年啊 每个月因为我怕写错 我就放了一个图片在这里啊 我这是我的医疗保险公司发给我的账单 去年每个月是522.4欧元 而今年发给我的是 大家看涨付多少啊 一个月涨了377.38欧元 我算了一下 涨付72% 72% 大家听好了 涨付啊超过三分之二 72% 达到899.78欧元 也就四舍五入 900欧元 900欧元一个月 我们大概说一欧元等于是7块钱 也就是9763 等于是我每个月的医保费加上护理费 保险这两样 6300人民币 6300 那么乘以十二 大概是7万5 人民币 大概是7万5千 7万5啊 哪里是免费 目前这个每个月900的这医保费把我压的真的踹不过起来了 我真的我觉得自己快破产了 所以啊 如果谁还会说他那个把外国吹的什么医疗免费 我真的跟他急了啊 我要拿一把刀 我真的跟他急了 当然有例外 这些那个德吹呀 还有外国吹呀 杨吹呀 他是这样 他是知其言不知其所以然 比如说在德国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免费 是什么情况呢 一个家庭 比如说一个家庭的只有一个配偶 你的配偶去工作 然后呢你在家带孩子 你和你的孩子可以免费参与参保 也就是呢 你和你的孩子不用另外出钱了 就是你的那个配偶出钱就可以了 这是实际存在的 可是呢像我这样的 不仅是我啊 凡是在德国双薪的家庭 比如说你和你的配偶都出去工作 那么你们不得不个人自己都得买一份 这个医疗保险 就是不能够全家参保 全家参保真的是 只有是一个人出去工作 或者是你是低保的家庭 或者是你们全家谁都不出去工作 都是那个吃那个低保的人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 相当于纳税人帮你买单 也就是我们这些工作的人帮你买单 这就是所谓的免费 其实呢在这种西方国家 这种所谓福利好的国家 都是像我们这种交税的人 纳税人 就是韭菜 一载一载一载的 搁那韭菜啊 真的是 刚才说了 每个月900欧元啊 差不多1000美元 想想看 按照现在的比价 如果是原来的比价是1000多美元 就是我一个人医保 怎么办呢 你不讲没办法 我在德国 我是德国公民 他是强迫的啊 不像美国那样 如果你觉得太贵了 你不想买医保也可以 但是在德国 每一个在德国居住的人 必须有得买医保 而且我的这个医保不是私人的啊 我我买的是法定的那种医 医疗保险公司的 当时大概是20多年前 一个望年交 一个德国的一个老太太告诉我 她说 叫我买法定的医保 不要买私人的 因为私人 它是这样 随着你的年龄越大 然后呢 那个医保的保费越来越高 等你那个到退学的年龄 可能你的医保 你的收入 你连你的医保都支撑不了 那么高 就这样 现在我就可以发现了 虽然我这是法定的医保 可是呢 每月900欧元呢 当然刚才说了 是与我来去年的那个收入挂钩的啊 它是按照按照点来扣 所以没办法 不过2022年我的收入下降很多 可能到时呢 又我的那个医保费又会下降 就是我今天拿这个例子啊 我自己本身的例子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呢 所谓的外国的医保免费 免费医疗是一个弥天大谎 国家不可能免费啊 国家钱从那里来 当然是什么 我们从我们身上薅羊毛出来啊 对吧 羊毛出在羊身上 现在特别是近一两年来 我的头德国配偶 他最反感的就是 而且他每一次跟我在那个whatsapp上面说 就抱怨 他说德国完蛋了 他说我们呢 不得不交的费 那个税越来越高 我们养着很多很多的人 比如说昨天他又跟我在那个whatsapp上面说 他说他去上班去工作的人 是那些去工作人他怎么说呢 去工作的人呢就是傻子 他是这样说吧 因为他从家到因为他每天那个坐火车去上班 从家到火车站这一路 他说早上就看见很多那些啊 什么酒鬼啊 或者是那些毒品的瘾君子啊 在街上无家可归的啊 他说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低素质的人越来越多 他老是对我说德国完蛋了 不止不止一次 已经无数次跟我说了 他对德国完全信心崩溃 没办法 因为我们在德国长期生活的人才知道 德国这个社会确实在目前看来 运入膏肓了 为什么呢 一个是他体制的问题 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啊 就是把越来越多那种低智商的 那个政客把它选上来 你看现在德国这个所谓的红绿灯 政府 就是脑残的政府啊 还有你看那个孝尔茨自己没有什么主心股 对吧 另外呢 德国那个女的外交部长 她一味的以意识形态去治国 然后呢 一味的反中仇中 还有我们都觉得哈 他应该是可能是为了美国人的利益而服务的 并不是为德国人的利益 所以这个人呢很有问题 我最近呢也看了下在德国媒体上面 不涉及中国的话题的时候呢 我就看了他们对这个贝尔伯克 德国的德国读者的观感是特别差 他们也认为这个德国的女外交部长 确实呢不是为德国人服务 而是为美国服务 所以这么说呢 这样的观点并不是我德国 只是一个人的观点 而是呢很多人的 我相信呢在德国的华人 只要你在长期关心德国政治 或者已经在德国居住过一段时间的华人 应该跟我的那个观感差不多 好 说来说去 说到我的配偶老是抱怨德国完蛋了 最近还有这样的事情 也是我发给他的一篇 德国媒体世界报的一篇报道是收费的 不过从那个标题就可以看出了端倪了啊 就是说现在德国啊 德国这个红绿灯政府 一直迟迟没有决定启动那个应急的燃煤电厂 因为绿党在内啊 绿党它是不是说环保政党吗 对吧 然后他觉得燃煤是污染环境的 然后呢原来是特别反对那个核能的 但是前段时间欧盟已经把这个核能归为绿色能源了 所以绿党我认为啊是郑重绿党的下怀 因为绿党拉不下那个面子啊 本来他觉得核能是特别危险的啊 但是德国现在因为制裁俄罗斯 所以导致了非常严重的能源危机 所以那没办法 现在他我觉得他是郑重他的下怀 他心里非常的高兴 因为欧洲把这个核能归类为绿色能源 刚才说了郑重那个绿党的下怀 好了这篇报道说就是德国的绿党 他或是德国那个红绿灯政府 因为绿党他是参与联合执政的 德国的政府呢迟迟没有决定启动应急的燃煤电厂 所以会导致了因为这个制裁俄罗斯 导致了德国将来会从这个天然气危机 会导致严重的电力危机 电力危机啊 现在不仅是天然气危机 而且现在会导致电力危机 而且这个德国的那个世界报 它用了一个非常耸人听闻的标题是 将来德国的那个电价会涨10倍 10倍啊 我一看到之后 我吓了一跳 如果真的涨10倍 我希望就是耸人听闻啊 因为现在 德国的官方说物价是大概9% 这上涨了通胀9% 可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比如说天然气 也就是我们那个很多家里面 有人用天然气做饭的 我们很多人家里面用天然气取暖的 这天然气肯定明白着会上涨一倍 两倍甚至三倍 对吧 然后如果是电力 也就是电 再涨10倍的话 我觉得德国人真的要造反了上街啊 想想看 现在大概是每个家庭平均每个月就上涨前 大概是平均 我觉得再得了100欧元左右 一个月的电费 如果涨10倍 那就1000欧元 这太夸张了吧 我可以告诉大家 在德国可能平均的德国人的家庭收入 大概是2500欧元左右 平均一个家庭啊 就是可支配收入 也就是呢 你叫了个人个人的涉压保险之后 到手的 2500欧元 估计是这样子吧 我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 因为是目测啊 好 2500欧元 假如这取暖费这个天然气的费用 如果是上涨一倍两倍的话 每个月三四百欧元 然后电费如果从100欧元 你只是上涨5倍 那就500欧元了 对吧 也就是说取暖的 加上电费就是1000欧元了 然后呢 大部分德国人他是要交房租的 就都是租房租 大部分啊 60%多是租房租在德国 50%多不到60多 大概是40%多的自由房的率 也就55%左右 德国人是租房租 也就是说你看交了房租之后 除了电费能源费之后呢 还有多少 可能已经所剩无几了 还没吃饭呢 对吧 还没有交通费呢 还没有买衣服的呢 还没有什么娱乐的呢 所以啊对了 这个食品上涨也特别厉害 所以连我的配偶在德国 像我们家是属于至少在德国 是属于相对来说 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啊 在德国应该是属于比较top ten那些吧 估计吧 虽然我们不富裕 但是至少要比大部分的德国都要富裕 连我的配偶都觉得以后生活可能会成问题 他特别担心 因为比如说我们有两套房子 现在还在那个还房贷 然后呢我们的租客 他说万一租客没有办法付房租 那怎么办 我们可能财政也会出问题啊 所以他特别担心啊 现在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上涨的特别厉害 好 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两个内容 从这两个侧面反映出啊 德国面临着很多很多的问题 其实我认为所有的问题 它的最大的那个原因吧 就是因为德国脑残的 跟着美国制裁俄罗斯 不仅是天然气 还有俄罗斯的石油 也就是俄罗斯的能源 以啊对石油天然气 以及煤炭 以及其他的资源 当然还有与俄罗斯一切 可以说一切的来往 都制裁了 那相当于拿那个刀割自己的肉 对吧 太脑残了 不过 西方呀 现在是一时形的那个治国 所以虽然可能他们政客 有的人觉得他也知道自己错了 可是呢 他的嘴硬啊 不想承认自己的错误 反正 下次选举 如果选民不满意 那就选下去 反正不用担责 对吧 而且我认为啊 有的有些政客 比如说怀疑啊 我怀疑啊 就是德国那个外交部长 也许被收买了 谁知道他拿了美国多少好处 对吧 也就是说德国的未来怎么样 对他来说都根本无所谓 只要他自己的腰包涨了就可以了 所以从这 这种特别特别变态 那个通胀啊 就可以看出来 德国确实将来的问题非常大 然后人民群众现在非常的不满 但是是自己选上来的政客 这政府是你选出来的 所以民主的就这样 你只能用选票把他们选下去 然后选上选上来政客到底怎么样 你自己也不知道 然后政客可以说 是你自己把我们选上来的 等于是你把我们选上来 让我们代表你去执政 对吧 所以他们不用担责 然后到时拍拍屁股走人了 现在我也是面临很大的问题 说到面临很大问题 就是反正我觉得 我是把德国把西方 看得比较穿了 所以我对西方的不是 不存在很多幻想 我昨天去了我们桂林的出入境 公安局公安局的 我们桂林大的桂林的 这公安局的出入境管理处去询问 关于恢复中国国籍的情况 应该不成问题 我要备齐很多的材料 目前还有一样材料 我们我没有备齐 我在德国的无犯罪证明 我本来就有了 但是我来之前的两天 我才去申请的 然后我回国的时候 就没有拿到原件 他需要原件 而且我还要亲自 本人亲自去中国驻德国的领事机构 去公证 我现在在中国没办法 我等到我下次回到德国去 去公证之后 我再把原件拿回中国来 所以这样一折腾 比较费事 然后恢复国籍 它需要时间比较长 大概要两年左右 在这两年期间 我还可以申请所谓家庭 在我们国内申请家庭团聚签证 我问了他 我说不是有个5年的所谓的华裔卡吗 然后出郡管理处的美女说 她说她不知道 但是过去的经历 就是她办过的案子的经历 就是可以给予像我这样的人 一年会是两年的所谓的团聚 家庭团聚签证 我就不用到德国那边去申请了 就直接在这边申请就可以 他还叫我先到我们县的公安局的 出郡管理处去审核 审核过我的材料 然后我再上桂林一次 所以所有的东西 我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我估计今天下午 我去我们县里的公安局 去交材料给他们审核 然后可能这个礼拜下个礼拜 我又上一次桂林去 好了 今天我的话题就是关于我在德国 我今年2022年交的医疗保险家 护理保险的费用是每个月900欧元 折合人民币 6200 6300人民币一个月 也就一年75000人民币 这是我在德国的医保 这是所谓的 有的德吹或者是阳吹 说国外有所谓免费医疗 我就用我自己本身的势力来驳斥他们 好 另外一个就是德国的电费很可能会涨10倍 这是德国世界报的报道 最新的报道 好了 那么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